四大情星分别是红软天性红艳弦齿 如果一个人的心盘中同时拥有这四颗心体 除了容貌气质俱佳 对异性有天生的吸引力以外 还自带一种吸粉的体质 一般来说 弦齿性代表异性之间比较宽泛的一种缘分 没有好坏之分 会让你突然心动 担忧好景不长 这里面也和数量有关系 比如命中如果带一到两个弦齿会比较好 多于两个就容易变成吸扎体质 而比弦齿性厉害的情星是红艳性 艳就是艳牙群雄的意思 所以拥有此配置的人 都有着非常强的对异性的吸引力 自己也容易对追求者动情 但往往这种感情只是昙花一现 而风险就是一旦心盘中犯了红艳 再配偏财为继 而又没有有力的比肩至于偏财的话 就容易流于烂桃化 成为风流种子 到处脏话惹吵 这个情形中和婚姻有关的是红卵性 古话说红卵心动日满院桃花生 所以红卵要比闲持靠谱的多 也象征着你的正缘 如果你的夫妻宫中带红卵 则代表着你的正缘来得要比一般人早 你会顺利的提前步入婚姻 婚姻顺遂 最后还有一个情形叫天玺性 严格意义说 这颗心体的意涵 已经超出了情感茫围 代表着情感结婚生子等生活中 和愉悦相关的所有重大喜事 所以传统习俗上有一种说法叫 一喜可破三煞 意思就是说 天玺性能够化解我们情感中 以及生活中的波折 一旦流连大运 见天玺 不是婚嫁天丁 就是步步高升